-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频道,我的名字叫Hero,欢迎大家来到新西兰,来到南漫球的冬日里 然后今天早上呢,依然寒冷,现在每天晚上的最低气温都在零下,最低气温说是零下一度左右 但是体感温度会更冷一点,大家看我一边说话就会一边冒白气,真的是蛮冷的 我们种的这个小植物呢也是晶莹剔透的,但是还是翠绿翠绿的 这好好摸啊,好柔软,太阳一晒的话,它就会慢慢的都化掉 然后这个呢是上次视频里面给大家看,是我们种的那个水仙 哇,真的土都冻上了 哎呀 但是依然没问题,水仙长得依然非常的壮实 大家看我们的草地全冻上了,就整个草都硬了 大家能听到那个 那个声音嘛,就是动应了之后就 这个声音了,我们有几棵茶树花嘛,那棵茶树花已经盛开了 但是这棵茶树花还在含苞待放 但是它的叶子已经,给大家看 一层,一层冰霜 而今天周日嘛,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周末特别的忙 但是这个周末就是格外的忙 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回国去度假了 因为太冷了 是时候该回国去享受一下北半球的温暖了 好,因为回国要给亲戚朋友带很多的东西嘛 所以说今天我和蜜亚要去购物 去看看给亲戚朋友买点这边的特产之类的 然后走之前还要把花园整理一下 就比如说紫藤的这个东西都要剪掉 要修剪一下,来年的话 它会更好的开花 我们的垃圾桶已经 哇,彻底的冻上了 大家有没有就是 因为在西西兰要倒垃圾嘛 有的时候就是倒垃圾它倒不干净 就倒,这桶我也没时间踩了 就是倒一半 然后另外一半垃圾没倒出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情况 但是概率也不是很高了 10次有那么个一次它倒不干净 因为这边倒垃圾都是车的嘛 就是有个大机械手臂给它夹起来 然后往那个斗里面倒 可能就是没抖干净吧 OK,我们先给紫藤剪汁 现在就没有了 那么,我们再给紫藤剪汁 就在这里有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要去除了 我给紫藤剪汁 就是要了解决汁 如果那边有点滑多 我们要去除了 所以我们要去除了 就是要做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要去除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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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面开始种花了 没有因为他们之前好像把这一包挖走了 你看他就对吧其实还是这个东西 然后这不是我们那个 我们一堆水仙 这一大坨水仙 这边因为这边还有 你看那边都发芽了 怎么办呢这边怎么发芽怎么办呢 一挖一挖吧 这下面有水仙 对啊 你就把这个做进去 这么直接做压着 没事 紫色的小花花 虽然冻但是还一人坚挺的开 对我就觉得很纳闷 那边你看也长出来的水仙花 对啊我就说这本来就是这个地方的 这怎么这么多水仙 咱们喜欢水仙花 咱家有的兰花也挺多的 兰花水仙都很多 对 怎么着啊这个地方是 怎么着啊这个地方是 有些烧土 给它埋上去就行 对你给它埋上去就涨了 我觉得其实也挺神奇的说是吧 还有我的 咱家 咱家这个地方知道 花到处长 蔡夫长 你也没装菜 对因为我以前是花 咱家还防冬种的 就是 所以人家的土长什么都弄好了 所以花长的还挺好的 咱家在移栽水仙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一上午的努力 把我们的紫藤 就彻底的 修剪的很清爽 这可能现在看着可能有点凸 但是大家看这都是牙 然后没有牙的那些多余的残旧的枝条 已经被剪掉了 然后再过几个月等春天的时候 它就会满树的都是紫色的花 怎么样继续移栽水仙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 房东走的时候 这挖了一块 那挖了一块 前房东 他就把那个水仙挖走了一点 对 主根的吧 看这边都是主根挖走的地方 都空着大块热包 但是我们的花确实很多 就它是各品种挖了一点 对 各个品种挖了一点 然后我们再给种回去 正好留个坑是吧 正好坑刚刚好 正好留个坑 然后正好可以把这一撮摆进去 嗯 你直接抱就行了 因为杂草还是没把 我们杂草 现在我们绿桶满了 嗯 我放拔不了了那杂草 对肥桶也满 对肥桶也满了 对肥桶也满了 蜜亚 你还记得我们那个野棉花吗 嗯 就是长的小白花特别漂亮的 嗯 你看看那 你看看那面 长棉花了 哇真的 你可以踩下来看看 我带水泡 我害怕它扎我 上回我们院子有个猪 不知道啥 扎了一下 然后我手肿了 哈哈哈 现在好多了 嗯 你看 这是 这是棉花 哈哈哈 看来叫野棉花是对的 这块我给你们看 就特别像假花 给 看 特别像不像塑料花 嗯 但是是真的 对这个光子 特别像塑料花 我第一次看的话 我都愣了 诶 还有这种花呢 反正就是有点像 那个叫什么来着 刚才之前那叫莲花似的 啊 汉金莲是吗 汉金莲似的 不一样 汉金莲像都都冻死了 汉金莲已经现在彻底全没了 但是现在出来这个花 我也不知道是啥 大家 大家肯定 我们观众当中 要懂花的 这么看这花园一整理完之后 就清爽了很多 对 这个地方就是将来就是 它会打到会很好看 要不然那花就长不出来 就长得细细细细的 对啊 现在就是特别的清爽感觉一下子 哈哈 剪完头了 怎么样 是不是手感特别好 毛绿细的 我觉得这种能长大吗 能长大 你说当初弄一片 都长成这个样子多好看 应该长不了那么大 因为中间种了水仙嘛 我这叶子都是 当初弄完棉水盐 就装那一条 然后再弄个装水箱的箱子 装水箱 哎呀家 这反正我会打 是吧 再打个箱子也行 再打个箱子没进去放 这个东西那边怎么办 还没封呢 是吧 边上面还要再买木豆片给它封上 那边有木豆片吗 但是也不着急 那个不够长 OK 它都太长了 我打了1米8长 真的手感特别好 特别柔软 人都撸猫撸狗 我们撸植物 真的虽然说 早上的时候给大家看那个视频 就是特别的冷 但是太阳一出来之后 就一点哈欠没有了 就整个花园又恢复生机了 就是晚上的时候是冬天 但是白天的时候太阳一出来 就又回到了春天 好像中午了吗 Mia继续把我们剪的残肢打理一下 然后我呢先进屋去理个发 洗个澡 然后我们就出发去采购 我理了个发 然后洗了个澡 打算出门 我给大家看Mia 多么的舒服 太享受了你这眼 喝着小茶欣赏那小院 当我们那玻璃回来的时候 真的要擦一下 那高水上冲一下 嗯 走之前要彻底清理一遍 回来之后又要彻底清理一遍 走之前不用彻底清理一遍 因为花园 花园要彻底打理一遍 然后其他卫生稍微打扫了 回来再打扫了 行 我给大家看这个小院这么打理出来还是蛮漂亮的 就是新打的dike 然后弄了一个植物的箱子 蛮翠绿的 整个草坪呢我们已经剪过了 就非常的期待明年的春天 春天的时候主要的变化就是有特别的花要开 紫藤花要开 然后各种水仙花要开 这的水仙花也要开 然后我们这边的是枝子花 枝子花春天也会开 最主要的是路边的特别大的樱花树会开 真的是春天夏天和秋天吧 就属于花的海洋 冬天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花 但是也是有零星的花会开 然后最主要的是还是满园的绿色 蜜亚也打理好了 我啥都没打理 出发 你画个眉毛 不知道大家在西西兰生活的朋友们 或者在海外生活的朋友们 在回国的时候 一般给大家 就是回国给亲朋好友的带些什么的 我们打算带啥 我也不知道带啥 就只能去看 边看然后看看有什么可带 其实说实话西西兰的特产品也没有很多 就是各种保健品啊 然后 那个 蜂蜜啊 奶粉啊 就是这些日常的东西 所以说给 亲朋好友带有的话 也就带这些东西吧 然后现在我们俩去超市看看 又来逛大帽 其实基督城也不是那么少的人 虽然说在怎么说 和阿富兰比人比较少 但是人都在帽里面 帽里面的人还是蛮多的 毛利传统的表演 然后现在米娅还受不了 米娅快快 米娅现在还不太适应当街我拿着镜头 我就是这么这么录像 因为一堆人会看嘛 所以说 米娅米娅 你放进去 这家里有孩子的话就可以带这个东西 嗯 孩子吃 挺好吃的 我吃过 我回来了 然后米娅去那个跳舞去了 然后我们自己在家呢 就试着把这个床头柜给组装了 床头柜买回来一周多了 还没有时间去组装 哇这个 质量还可以啊 这腿是金属的 四个金属的腿 然后就是 就是一堆板子 给它装起来就好了 对了 大家今天看到那个 我在那个公共场合 就人特别多的时候 拍视频 就是米娅那个反应就是特别正常的 就是 正常人都会感觉比较 害羞吧 比较尴尬 这就是为什么 比较 很多朋友想拍视频 但是 没办法走出 心里那一步吧 其实我呢 拿着一个大相机 在那么多人面前拍视频 就是举着给大家看 就是 这么大个大相机 举着在那么多人面前 拍视频 就举着拍视频 也会有点尴尬 有点 害羞吧 也不能说害羞 就是 会尴尬 然后大家 因为 你一个人拿视频 在对着相机说话的话 所有的人的目光 都会过来看 他在干什么 他是谁 反正我克服这个尴尬的心理呢 就是想 就是 你管我是谁 反正我也没干什么坏事 就是 对着相机讲话 也可以 再说现在拍视频 传那个YouTube的 博主也蛮多的 也蛮多的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 大家的接受程度 比之前好了很多 不像是我两三年前 刚拍视频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拍视频的人 特别的少嘛 大家就会 格外多的人来看你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拍视频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个事情吧 就不会有那么多尴尬 就是最主要还是 就是自己要把自己的心态摆正 因为毕竟 那么多人看我也不认识我 在下一次见面 也不可能认出来我 就是说99%也不可能在今天下一面了 所以说 无所谓 我不care 所以说大家想拍视频的话 也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就是在公共场合拍视频的话 要默念 我不认识他们 他们也不认识我 无所谓 所以就大胆的拍吧 但是肯定拍视频的时候 比如说进什么店里面 店主可能会说不让拍 不让拍之类的 那就不拍就ok了 然后也不用感觉 就是像自己做错事了 被别人说了那种感觉 就是不让我拍我就不拍 但是其他地方我接着拍 ok啊 就是很随意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然后ok 我们要赶在Mia回来之前 把这个床头柜给她搞定 让她看看成果 给她个惊喜 Let's do it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我们买这个床头柜的时候 卖货的人员问我们 到底要不要帮忙那个组装 因为正常的说明书都会有 就是数字嘛 就是比如说哪片是数字几 然后在哪在哪在哪 几号啊啥的螺丝啊什么是几号 用几号螺丝 用哪个螺丝去组装 但是这个 所有的板子上都没有号码 然后这个螺丝啊什么的 也没有标记 要用哪个螺丝 那就只能 评经验 然后一点一点试 一点一点猜 给它评好 那是没问题 难不倒我们 OK搞定 大概怎么样 哇 真的做那种 大工程 做大bike的时候都没事 做这种小工程 竟然 划了个口 我都不知道怎么划口 我突然看手 这边手 我突然看这边手 怎么全然写 然后我看没破呀 然后再一看这边 果然 有个口 处理一下 我们正好拼完了 然后米娅也回来 给米娅看看效果 米娅 嗯 你看 你买的床头柜 哇 还挺好看的 还可以 把那两个也定了算了 不要 还挺好看的 你感觉好看吗 挺好看的 我感觉腿有点太高了吧 不高不高 我觉得刚刚好 就感觉下面有点空 不不挺好的 不不顿实 不不就觉得这样挺好的 那两个也定了 把那两个都定了吧 不要 不要 那一样的不好看 我觉得挺好看的 嗯 嗯 因为这两个颜色是挺近的 这个是 对啊 但是我这个面 这个面 有点 这个就跟 跟一绑了一堆香肠似的 还可以啊 还可以啊 来 米娅 起来一下 给大家看 我买了 这么一大包的东西 但是还没买全 然后因为 亲戚朋友比较多 要多带点东西回去 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录一个 就是人家都录开箱 我们可以录 怎么包箱 就是打包 就是 从西西兰回国 要带些什么东西 是不是 大家 如果想看的话就可以 我觉得不具有参考性 搭搭带的 嗯 对 因为毕竟朋友和亲戚 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了 所以说 没事 当然也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录一个 可以 但是参考性并不能 因为 因为我知道你们大人 就带特色 什么 分泌 然后 什么就是 保健品 还有 南粉 南粉我们肯定会带 但是我过大人 就是一些 孩子吃的什么 果酱 果泥 还有我们自己喝的酒 然后一些咖啡 对啊 就是这种 对 好 OK 那么今天视频差不多就这样了 然后明天的话 周一 我在家休息 看看明天 现在还不知道明天要干什么 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吧 我们也要 积极了观众的量 我们下期见 拜拜